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 他 快乐渐渐敷衍 他 他 烧起图一字眼 他 老给明天怀念 晓妮 你回来了 跟我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任性 跟你说一朵过去冬枯了 我错了 我 没关系 我们俩就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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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一桌子 再说一遍 其实你没有必要跟我看这些 喂 好 知道了 民生说找到诚然了 喂 什么 真的吗 好的 我知道了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安排了 随时报纸联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白宇 他们找到我姐那个前助理了 就是开车撞伤了那个 找到了 那他们怎么说的 公公社会跟他谈 因为 莫娜跟白宇把安逸的高管和股东们 也都安抚得差不多了 晓妮 咱们该回去了 好 我们可以回去了 我知道 回去之后 可能很多事情都变得会不一样 但是 你得对他有信心 好 好 小老板 晓妮就在这个茶馆里 好 你自这也懂了 小老板 赶紧回到以前的状态吧 我都要跟着抑郁了 你就是陈然 你就是陈然 龚总 对不起 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我保证 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我保证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看 好了 快去吧 跟我一定等你很久了 你不跟我一起吗 我差点给忘了 你那天说完 我就一直想着给你 我答应过你 这是我漫画的手稿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好吧 快去吧 好吧 快去吧 所以一切都是沐选之时的对吧 包括小路上那两次车祸 公寓的死 还有沐牵出的重伤 这一切都和你有关 不不不 不是的 小牧总那次的确是我的错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牧总让我跟踪你们 看看你们到底去哪儿干什么 结果被你们发现了 才发生那样的意外 公寓那次 是牧总自己造成的 不过那件事也真的是意外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牧总整个人都崩溃了 其实一开始 牧总只是想掩盖自己 和公寓谈恋爱的事实 谁知道后来搞砸了 人死了 但这件事情一旦暴露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牧总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过 我不会还在生我气啊 不管了 顺其自然吧 咕嘯 你在家吗 咕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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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门啊 咕嘯 咕嘯 灭四公 你能听乱我吗 我是石晓涅 你的主人 帮我开下门 灭四公 灭四公 帮我开下门啊 灭四公 了啊 喂 喂 蜜生 我是小念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先别喊 你快点告诉我购物在哪儿 我找不到他 他到底人在哪儿啊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了 其实被牧总藏起来的 这段日子里 我也是生不如死 每天都胆战心惊的 生怕被人找到 现在事情都说出来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 我有当时肇事车辆的车牌 有和牧总来往的信息 也可以提供证词 希望龚总宽宏大量 能替我说几句好话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说 今天先这样 米生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为止 嗯 米生 不好意思啊 那个小老板刚走 去别的地方了 应该还有其他事 他 是不是 不想见我 没有吧 就是还有别的事要忙 你现在还好吗 你现在还好吗 你哥的葬礼 我正在国外出差 没能及时赶回来 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我跟你干净 你这种事 你还好吗 人的执念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权利 地位 能不能被别人尊重 这一切真的比喜欢一个人更重要吗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可能在有人心里 什么样的感情 都不会让她有安全感 只有到手的东西 才会觉得可靠 你觉得她会难过吗 毕竟按照陈然的说法 她和我哥已经相处了很久了 会 如果沐雪真的爱宫玉哥 那她就一定会难过 也许她只是在用工作麻痹自己 也许她真的很喜欢权利和地位 但不管是为什么 只要爱是真的 难过也就会是真的 就像我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从前一样 但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我也还是会难过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在我哥刚出事的时候 我知道了这一切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让他身败凝裂付出代价 但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让他为了自己做过的事情 承担责任吧 你现在真的变了很多 是吗 我也不知道 现在可能不是最好的时机 但有件事情我还是想告诉你 你说 去把施晓念追回来吧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我知道你爱施晓念 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 你现在所有的改变也都是因为施晓念 真不知道你们男人 明明心里很清楚 却又有几天瞎胡闹 我现在不想提到他 我也不想 你以为我想听你说你怎么爱另一个女人吗 我知道你生施晓念的气 我知道你生施晓念的气 觉得他不应该什么都不说就跑掉了 可是你不是也没听人家解释吗 行吧 感情的事情我不想听别人劝我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也要说 你是不是也没听人家 你是不是想听别人家 你不是想听别人家